協助若細基層家庭學生發展的共創明天計劃 第二期即將展開 名額增至4,000個 有研究青年發展政策的學者認為 配對學生和有詩 應注重兩個人的共同興趣 令他們容易溝通 我期望有詩應該是一個外向的人 還有很多話去說 很喜歡跟別人分享的人 他沒有一個課程給你說 其實他只有一個早期的時候 只有一個講座 你中間沒有人可以幫忙問到 還有只能夠是你跟他之間的互動 但是你跟他之間的互動 你不知道一個方向是否有錯 共創明天計劃 為每位來自若細基層家庭的初中生 配對一個有詩 協助同學定下個人目標 同受個人發展 和財政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援 每對有詩和學生 會一起參加生涯規劃 和參觀政府機構等的活動 第一期計劃在去年10月開始 為期一年 大約2,800個學生剛剛畢業 讀中三的外軍喜歡玩結他 配對從事資訊科技的阿Roy 我自己就是一個特別喜歡音樂的一個人 我覺得會是一個意外驅使我去 在這個方面發展 音樂上可能他喜歡聽歌 他有分享給我聽 我自己本身不太好這件事 有時跟著我唱片譜 有時看到的時候 都會問他一聲 有研究開青年發展的學者就認為 有詩和學生興趣不合 加上計劃提供比較多靜態活動 未必創造到良好的溝通環境 如果你叫我去西九 我要陪他去故宮 我自己都不懂那些東西 我怎能留到他聊天 但原來我們發現 我們有其中一個有詩 原來他對文化很有認識 不如找他帶隊 而他帶隊我們又聽一下 然後問一下 這件事挺有趣的 變成可以有很多 我們叫做comment talk 大家共同的語言去聊天 在私有計劃裏面 會有些我們叫做 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經歷 是很重要的 計劃的第二期即將展開 除了原有的一對一配對 也會生真私有配對小組 由兩至三對有詩學員組成